好 你的網路又怎麼了 我檢查一下 現在是有 去看一下我的冰塊是多少 要怎樣介紹冰塊是嗎 有了有了有了 為什麼我滑不起來啊 我好醜啊 算了 哈囉 嗨沛淮 今天的光有看起來不一樣嗎 我們換了新的 道具 我覺得看起來蠻漂亮的 可是頭頂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再往下一點 就是我們換了一個 那個店家說是網美網帥專用的環燈 所以你看我的眼睛 中間有一圈就是那個環燈 這樣子很好一點嗎 嗨佳穎 妳自己調也要的狀 大家進來的很快耶 怎麼辦 現在其他人還沒有準備好 大家有看這禮拜一的新品了嗎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因為昨天有在IG問大家說 比較想要看 多色 對對對 所以我們今天會先從多色開始 就是包括這一禮拜有的 MIT多色短圖 還有 MIT 不是MIT 多色 方力背心 對吧 是方力背心嗎 他們說比較不會有陰影的黑色 因為之前我們是用那種 一整 長方形的燈 定外再大 眼睛這樣一圈好 對阿 而且我跟你們說 那個店員是一個男生 然後他說 超美 他說你這樣眼睛就會有一圈 就會特別有神 沛華說好想看婚禮了 好等一下也快有婚禮喔 所以是看得出來燈不一樣是不是 我是覺得好像 那蠻明顯的吧 我好像在手機看 我覺得很漂亮 真的嗎 我是覺得因為他可以調那個 暖光跟白光 然後我剛剛調了一下 覺得這樣的鐘牌好像是蠻漂亮的 我說光啦 沒有人要跟我一起來直播嗎 Hello 是怎樣 可以 可以啊可以進來 今天拍不到全身 今天拍不到全身 退後就可以拍到全身 今天拍到全身嗎 我得夠啊 你去拍得到 有一點擠 有一點擠 這裡慢慢最好的就是這個字 因為他真的很便宜對不對 對 才290塊 你的意思 就是你很可愛 這個意思好像沒有什麼好解釋 對啊 這意思就是穿出去的話很有禮貌 你說 可是我以為是在稱讚自己 是在稱讚自己還是在別人 都可以 都可以啊 你就是想不到要跟別人聊什麼時候 就打開外套 這樣 好奇怪 他的黑色是配黃色的字 然後剛好我配了黃色的短字 然後加上牛仔外套 這樣很搭欸 就是剛好有配一道色 這樣可以這樣 不穿好 這樣 不穿好 這樣很配啊 就是這個紅 對啊那個黃 白色好像有點配 上次牛仔外套什麼時候會補貨 已經開預購了 可以去預購了 那我今天穿的是 今天穿的是 對未來的 我穿的是未來 因為我自己有那個 原本小姨的那一件 就是 口袋很大的那一件 我覺得跟這個比起來是 那一件比較有重量 然後他也比較厚 然後這件比較春夏的感覺 就是你看 他稍微比較短一點 因為他很輕 他比較沒有那麼大件 然後他不是 他不是長版 他算是 我覺得之前如果想 那算是正常的長度 想買的話 小姿女的話 我覺得可以買這一件 佳穎說他上衣兩色都買了 很棒 真的喔 而且我覺得上衣蠻便宜 就是以自己來講 很便宜喔 他算是290而已 直播才剛開始有 對 趕快 Follow進來 我覺得才290喔 今年超級流行自踢欸 對啊 而且我發現我們知道 我們好像前幾檔都一直都 我已經覺得今年的夏天 可以用T恤度過 我也覺得 因為我手邊在座的自踢 大概跟山一樣 真的假的 你就看我的桌子 然後就全部都 而且你知道我忘了看到 今年就是買自踢買到手軟 而且自踢也不會 而且很好搭 就是你也不用怕 就是穿到重複的感覺 對 也不會退流行 之後也可以穿 對啊 而且很百搭 而且配西裝外套就正式 配牛仔外套就休閒 然後配褲子配裙子 什麼都可以 都可以 對都可以 兩百九超頻 妳跟媽媽講一下招呼 嗨 妳今天好樣喔 今天 因為可能戴個衣服 媽媽 我是搭另外一個感覺 跟我是同樣的褲子一樣 哦 妳們兩個是穿同一件的褲子 對 它是藍 我是黃 然後 然後我覺得這件上衣 這是之後的 對不對 對 前幾天才拍 奇怪 這個是之後的新品啊 可是我覺得蠻可怕的 很夏天 很夏天 妳這樣好像很適合去海邊 如果 這個如果不用紮 這個如果不用紮 也很可愛 很可愛 不紮好像也蠻可愛 如果大家現在有買這件藍色的話 我覺得之後可以買這件這樣紮 對啊 大家如果有買這個藍色的話 好像可以先穿起來 妳好春天喔 對 對 妳穿這樣所以我想到妳之前就海邊挖牡蠣的故事 喔挖牡蠣是穿這個嗎 是這種感覺 A到Z都出字母T 妳就A一件不可以這樣 那它出了26款耶 喔這有26個印花耶 天啊 那件數要怎麼下 哈哈哈哈 會不會比如說英文字A的人 那可能要查一下 那這樣會不會英文字 還是一起出啊 不行這樣子會有一些嗎 可以一起出啊 只是說有的 顏色 對啊 比如說Z開頭的可能 就很少人叫 Z開頭有什麼英文名字 Zebra 很忙 喔肉依 對對對 喔肉依可以買 可是我們就肉依一個客人 沒有可是有兩種肉依啊 ZOE ZOEY 對對對 好像可以 好 那我們來 另外小楊示範的粉色 嗯 我穿粉紅色的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然後我 我先看粉紅色好了 而且跟妳的鞋子好搭喔 對我故意搭的 我們現在好像都有搭耶 搭到配色 對 然後我的這個 因為它這件褲子 它是這邊有做側開菜 嗯 小小的 然後它褲口做得很寬 所以妳會顯得小 腿很細 大腿是瘦的 很瘦的 就看起來腿很細 所以妳又在喝飲料 對啊 我剛剛還去夾冰塊 因為這是 早上的 已經沒有冰塊了 我剛剛去製作冰塊 嗯 然後我穿這個色 它這個是 這邊是鬆緊帶 對鬆緊帶 然後我覺得很很 彈性很好 彈性很好 哇好像蠻好的 就啊 然後 裡面我是搭 深 深綠 好像有點色差 深綠 看得到嗎 它其實是 對它其實是綠色 鏡頭看起來有點像黑色 真的 會看起來像黑色 深綠色 我想覺得深綠色配粉色好像也蠻好看的 對啊這還蠻可愛的 嗯然後我就是也搭了一個性色的 因為今年很流行這種奶油色 就是 不管是上衣外套 就是 你都可以搭 你搭粉紅色粉藍色都可以 像如果我的這個外套搭可遇的這個 嗯 褲子也可以 配的褲子 喔配褲子 哈哈哈哈 高穩了高穩 你的也可以 而且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這樣子綠色配粉紅色也不會很奇怪 嗯 很樣的感覺 壯色 壯可愛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這外套顏色真的還蠻好大的 很舒服 而且它是綿麻的 不管你是搭黃色系還是粉紅色或是藍色 這個好像也是新品 這個也是之後的 對 這個是嗯 之後的 妳沒有記到嗎 對我沒有記到這些 應該是4月11 4月9號那一週 對4月9號那一週 我記得好像是9號那一週 它還好沒有下顏色 嗯 就是如果上一檔我們賣 賣一個很可愛的牛仔外套 很繽紛的顏色 沒有買到就買這款 對 順便問一下你們兩個 就是今天的光還滿意嗎 還是要再白一點或再黃一點 再白一點會長怎樣 因為現在有加一點黃看起來比較 純柔 對 這樣白一點 可以這樣長到黃 好像就長這樣 對啊好像差不多耶 這樣子白一點 有什麼嗎 好像太白了 太白了喔 我想要有顯瘦的直播的神器 那可能要合幾萬塊 合幾萬塊那可能太貴了 我的外套不是牛仔是綿麻的 是綿麻的 之後的 這個很適合夏天耶 但是因為它是綿麻感 所以它其實是有顆粒狀 這個是正常 穩度 對對對顆粒 對啊 我短褲穿S號 等一下 我短褲是穿S號的 我打開好了 因為其實我就是肚子這邊 有點點 有點點 緊 所以我把它扣起來 這樣遮住最緊的地方 然後 這個方領背心也是這周的對不對 對然後它現在限時是390 390 就是像我穿 我穿背心 一定也是要搭外套 像這個model也是 對 就是會搭一個 就是要跟這個model一樣 搭一個外套 搭外套 不然就會手臂看起來很露 而且這背心是不是可以正常穿 嗯 可以啊 而且我覺得它好像蠻包覆的耶 對 就是蠻包覆 就是它很包覆 而且因為我就是很怕穿很緊的一服 這個背心我以為它是很緊 其實它 是舒服的 是舒服的 就剛剛好的 這感覺好像可以買 褲子可以當睡褲又可以穿出去 對啊 而且褲子是有彈性的 嗯 它面料 可以 它面料是跟緊身褲一樣 它面料是跟緊身褲一樣 它有新的嘉賓 喔好好 那我們這件 今天請了很多嘉賓 哇 褲子的話現在有兩件 換一件是299 那我先走 那我要換下一套 還是有要合照 對 先讓他們們介紹完 好 我今天穿的是綠色的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每時候都很大件 不會 因為它其實是鬆緊帶的 你穿反了耶 真的喔 但跟我講 哈哈哈哈 笑死我 哈哈哈哈 我一直覺得看到你穿到口袋 會覺得很恐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關係 因為這個怎麼看我穿錯了 就是口袋啊 因為你在口袋塞不進去 但我覺得 但其實 好像也不會有人發現 不會 對不會有人發現 口袋是坐在側邊的 還是不是兩船啊 因為它又往前 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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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做抽皺啊 我覺得這還好 還是我突然是屁股的位置 還是我突然是屁股的位置 有人說 有人說你好香啊 哈哈哈哈 來來喝酒上班 回去把它換回來好了 雅傑先 雅傑有看對嗎 雅傑有看對嗎 先看一下 雅傑對雅傑對 自己有看 你們兩個顏色好像可以對比一下 嗯 好像 它的好像 比較偏橘 我是偏橘色的 我是偏粉 那我這個是什麼顏色 偏橘的是什麼顏色 欸我要看一下 看一下 先介紹 先介紹 妳的上衣也是這禮拜的嗎 呃不是 這是三月初的 然後現在還有貨 我剛見的還有貨 對 因為這件是我的 好像沒有人要買這件 這身起來蠻好看的 我有點傷心 它很好搭啊 它就是穿有點 有點休閒吧 很休閒 對 好像很少穿這種 這是我跟可余的 我跟妳眼睛有點轉型 我跟妳眼睛的 穿著那個 一樣的粉色 然後穿著感覺有點像 只是我這個 因為雅傑裡面搭的是 條文件比較可愛 雅傑是紅色系 妳是壯色 然後我是搭這種 我覺得稍微一點點大人感 跟雅傑就會有一點點差 對不對 自己說 材質上的不一樣 對 小楊的是樹粒粉 小楊的是樹粒粉 然後雅傑是茶會粉 茶會粉 茶會粉 陰素 陰素 好 亂講話 什麼意思什麼 今天大家懂嗎 小楊是陰素粉 然後那個雅傑是薔薇粉 薔薇跟陰素 Ruby Ruby也很鏘喔 有人說雅傑難得休閒 真的 對啊 她好像很少這麼休閒 很少看妳穿這樣 妳應該要拿後面的這個 有人問白色外套是什麼材質 白色外套是牛仔外套 這個我之前直播也穿過 牛仔也材質 這件很好看 這件很好看 這件等一下搭牛仔褲給大家看一下 這件搭滿好看的欸 而且她是坐有一點長對不對 剛好可以遮住 而且也是很清晨 長座好像滿長的 可以遮屁住 然後現在擺是做超虛的 這個滿好看的 超虛的 很可愛的 這已經上架了嗎 裡面還有一個口袋 哇我真的好貼心 欸不行 大家還好嗎 自己打槍自己 沒有裡面沒有口袋 裡面沒口袋 換下一個 換好褲子的芽芽 這樣看得出來了嗎 這樣比較好一點 這樣這邊比較不膨啊 那邊前面比較膨 大家假裝芽芽 因為它不是側在後面 它就在側邊 反正穿的時候如果口袋是上去 其實也沒關係 因為看不出來 大家假裝忘記剛剛芽芽的剪掉 現在重新再介紹一次 芽芽今天穿的是綠色 然後我搭的是有一點點透肌的 這也是這禮拜的吧 這禮拜 那它袖子是 這算是超長袖吧 因為我這樣放的是指頭的褲這邊 這禮拜有兩款透肌的上衣 我記得 我不記得 我不記得 而且我覺得 今年綠色好像還蠻流行的 而且如果好朋友好像可以跟柯瑜一起穿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你今天穿這樣 就是不會太休閒 就是又有一點辣 因為上面是透肌 對啊 就是把這個褲子穿的比較 比較 就是可以拉鞋尖的感覺 所以這個短褲真的很舒服 而且它現在有做兩件 兩件 五九八 所以一件二九九 透肌上衣 已經貼了 他想穿嗎 Peggy會傻眼 因為我們在想要做 照片梯啊 我會傻眼 可是 照片梯很可愛 會有人想要穿這樣子的相片梯嗎 Peggy把Peggy穿在上面 Peggy穿在上面 我不會穿 我不會穿 那是背面嗎 應該要背面吧 我就如果做背面了欸 顏色好像在這修一下 Peggy本贈出來 沒有 好像 好像有一點多 對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 對 而且它顏色好像有點難搭 我原本想說讓它加顆粒 芽芽就是擦109辣妹的唇膏啊 不是嗎 擦109是嗎 有人說她以為你會擦 她今天就是擦109的啊 還是我們大家都來擦 而且我這樣上面好像也要 大家都來擦 這樣會變搞笑啊 不會啊 好我們今天不介紹衣服 我們今天介紹衣服 不是美肌的嗎 對啊 它這個顏色有點黑 不會 我覺得我在裡面有沒有很白 還是我們擦的要再加一點 嗯 再加一層 我昨天轉送給芽芽 有人說貼歐巴的照片 貼歐巴的照片 蛤 那我們又不能偷拍歐巴 我們就 欸等一下我們 全部的人先拍一張嗎 因為有一位嘉賓還在等我們 哈哈哈哈 對 對 好 我們先拍一張 對 要不然我們拍 那我可以過來看 但那 這樣還看得到 好 那這樣幫我們解 那個畫面拍不像我們說的人 對 喔真的喔 好 這邊也騙安靜 我們全部佔一個牌 有人說手機看起來很白耶 就他們的手機看起來很白 真的 我們拍一手機 進不去啊 會有很多顏色 但是如果 如果你們短褲不知道怎麼搭 你就可以看我們剛剛的 就是這麼多顏色 的示範 對 而且這件好像 這件好像蠻可愛的 兩件五九八 兩件五九八 五九八就是三百 六百 三百 二九九 三百 對 我覺得這樣很 蠻可愛的 而且大家其實 你們都不喜歡穿舞秀是嗎 對 不是 跟我一樣耶 因為我瘦為什麼不喜歡 對啊 好 我完全搞 不要再逼他了 可是你很瘦耶 我這裡有褲褲 你也有 所以 就是如果你們就是 穿短褲 如果很瘦的女生 可能就會穿五袖 可是像我們一樣 就是 不太敢穿就是 露手臂的話 你就可以加外套 針織外套也可以 都可以 Peggy穿這種 就是有袖子的上衣 我覺得配襯衫 其實蠻好看的耶 對啊 如果是配襯衫的話 不會太休閒 對 襯衫好像也OK 對 那我們要 請 我們換下一位 大家賓 小資女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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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禮拜還有一件 大家很喜歡的 小資女封衣 封衣外套 你的帽子 然後我裡面是搭那個 針織 方鈴的 方鈴的 然後這樣搭 小資女 他好像一上架就 先穿一穿S吧 穿一穿S吧 穿S 然後我原本以為 他只有一個尺寸 但是他其實有 S M L 對 然後我穿的是S 我的帽子 是寫NYC 帽子是寫NYC喔 不是HTC 誰要 我是誰戴HTC 你要不要轉側面 給大家看一下長度 MOLI MOLI 150公分穿起來是到 消退度 拍得到嗎 消退的 拍得到 這個位置 所以說如果你比150公分再高的話 其實都是可以駕馭的 對 然後 而且寬度 寬度是比也還OK 他的肩寬很剛好 肩寬很剛好 又有一個重點 肩寬很剛好 對 因為我之前穿 就是之前推出的都是 就是會看起來偏大一點 對 然後這件肩寬蠻剛好的 然後 秀長我也覺得 不會到太長 那你覺得那個背心上衣如何 蠻包袱 蠻包袱 有點貼身 有點貼身 有一點微成熟感覺的 對 所以我搭了封衣外套 你剛剛MOLI說 她覺得有點 太低了 喔 零口 零口太低了 她說有點不好意思 可是我也覺得 就是 有點低嗎 讓我穿很高 其實 會比較胖吧 我覺得是因為方領吧 可是方領還好耶 因為圓領低啊 如果是V零我會覺得很害羞 可是方領我覺得 好像是可以穿成個性 跟休閒感覺的 對 有人想看外套背面 她背面這邊是有一個綁袋 也可以拆掉 可以綁 她的材質是比較輕一點的 我覺得 就是比較適合現在的天氣 是牛筋布料 鞋紋牛筋布料 給大家看一下厚度 算是薄的 外套是S的 對 MOLI是算S的 江江說要買背心 因為她是辣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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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裙 MOLI穿上穿的這個裙子 是新品沒有錯喔 剛剛有人在問 裙子是現貨嗎 裙子還沒有上 未來的新品 未來 未來 這樣 妳好像也是搭同色系的感覺 對 同色系 格溫浩子跟格溫的裙子 然後打白色的鞋子 嗯 對 因為我喜歡打的比較 休閒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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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休閒嗎 應該有休閒 有嗎 應該比較像韓國的 對對對 不是 不是運動 對對對 不是那種運動的休閒 是輕鬆的感覺 對對對 是舒服的感覺 對 背心的背面 背心的背面應該也是方靈的 方靈的 但某應該不好意思 我也無法給大家看 不好意思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去看官網 官網應該有背心的背面 這邊有嗎 有側面而已 沒有背面 就一點點 沒有背面 凹的 沒有 對 好 好 你們要去看下一個 我沒有看 這邊又有一位 四川多色背心家 短褲白色的 你笑什麼 沒有 我覺得 可是你會覺得這個很低嗎 我覺得還好 因為它 好像蠻有安全感 因為它這個 因為它蠻包覆的吧 算蠻包覆 對 側面蠻包覆的 還貼的 也沒有到很貼 就是因為還是有點手手 但是胸部這邊是蠻貼 而且可以正常的穿 還是肩帶 可以正常的穿 可以正常的穿 因為它這個 這邊夠寬 這邊 只要你不要移位 其實 那次還好 可以正常 對 然後褲子是穿白色的 我覺得白色 如果是這種短褲 短裙好像比較敢穿 就是 沒有到 就是不會顯胖 對 不顯胖 說敢看褲子後面 褲子後面 褲子後面 就是會透吧 不會不會 不會 不會到 不會透 就是還是要穿 淺色的內褲啦 嗯 然後 這個是之後的 但是我覺得 它很舒服欸 它是很軟的 很軟的 對 雙面的 雙面 對它裡面不一樣 它是整個 細格紋跟 裡面是粗的格紋 好像還可以這樣綁起來 妳這樣好像有點像是要去打高爾夫球 妳有點像 這樣比較好嘛 有點像 網球啦 都不可能很成熟 網球網球 喔對 網球網球 好 好 然後鞋子 鞋子是 我們明天的 欸 妳剛剛偷偷先曝光了 對 妳好像也是系統色的 對 好像這樣搭好像 就是 也蠻適合的 嗯 戶外運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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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真的是 搭網球 那妳的鞋子是不是 也是啊 欸 也是嗎 欸 沒有可是我是搭 紅色 我是跟褲子紅色 你是跟 好像真的是一模一樣 你是跟背心比較同色 我們好像都很喜歡搭同色系列 因為紅色系列 最好搭 然後我們身上穿的都是 方林的那個背心 還有褲子 欸我們這樣戴我好像有點像 只是說你們戴我的鞋子 是不是都是 你們兩個鞋子 是不是都是名配要上的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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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而且昨天我 我有PO那個 照片 很多人問我欸 這一雙其實它是厚底的 是很可愛的 然後它的粉也是今年流行 有點 帶有點橘的粉 嗯 橘粉色 橘粉色 我覺得它真的還蠻像褲子 嗯那個 多色褲的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其實蠻像 跟櫻樹粉 我們有跟到流行 跟櫻樹粉是有像的 哈哈哈 有買到這個褲子 就可以這樣搭 就可以這樣搭 可以擺色上衣就可以了 對啊 休閒一遍點的感覺 對 好 又有一位嘉賓 那我們換下一個 他也穿了方林背心 那我們也要一起看方林背心 真的 真的 對 穿這個裙子好好看喔 對啊 就好像會 又是回到雅結的 對 雅結的 可是這個有點 迷使運動的感覺 因為它帶棒球帽 跟那個外套 對 然後我真的覺得這個背心真的很白淡 我覺得你可以買這個顏色 我覺得你穿這個背心有一點 小女人感 小女人 辣 辣 辣 哈哈哈哈 可是你可以不用穿外套嗎 可是我 那你會覺得太低嗎 不會 我覺得剛剛好耶 而且裡面也不用再加一個背心 對 因為它的 夏天就不遲 如果你敢穿的話就可以穿這樣 趕快逮捷 因為它的162穿會太短嗎 我覺得就是看你想要它穿到哪裡 因為剛剛 MOLLE150是穿到小腿肚下面 你可以以MOLLE為比例池去看 你高它12公分 所以大概就會是在 膝蓋上面一點點的地方 或是 因為小羊小雜是有鞋 對 大家可以去看小羊小雜 就是看你想要穿到哪邊 因為有人喜歡穿很長很長很長 你知道 像大滿大禮他們就會穿 很長很長 幾乎是到腳踝 那有人喜歡穿短一點 讓層次看起來比較好 就是看你個人喜歡的長度 明天會上鞋子會喔 怎麼剩你一個人搭 還是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覺得好像可以 期待長裙 這樣大家好像整套的 因為是同色系 長裙是之後的新品 對 之後的 長裙好像也之後也可以夠 而且它也是一個可以前綁後綁的蝴蝶截 都可以 你也可以拆掉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蝴蝶截 它可以拆掉了 明天努力搶 明天真的要努力的搶 新 Molay的帽子 Molay的帽子應該是搭配 之後的 Molay的帽子是之後的 上衣肉肉的可以穿嗎 如果你怕肉肉 其實你就可以跟我一樣 搭一個外套 對啊 其實我們外面都會搭一個 搭一件外套 這樣單穿好像會有點害羞 我們比較害羞啦 洋裝想要去穿了 等一下會穿給大家看 肩膀頭腹只有一個 是說買這個嗎 應該是吧 對 原來好像只有那件肩膀透露 想看後面的紗裙 我幫你問一下 Peggy願不願意穿 想看 還是你要拿後面的紗裙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禮拜的紗裙 它很特別是 它是很多層的 哇 這個好芭蕾喔 因為它不是只有一層 它是蠻多層的 所以它穿起來會有比較碰 有點碰碰的感覺 跟之前我們出的紗裙不太一樣 它是比較有硬 就是比較硬挺的那種紗 跟之前那種貼在身上的不太一樣 它真的很多層欸 這裡比較不會走光 對阿 比較多層的 而且它顏色 這個紫的顏色好漂亮喔 這裡紫真的超紅黃色 有點歐紫色 超美的 很美的顏色 而且小楊這小達志有說 你看它 不同層是不同的顏色 它紗 就是每個紗疊出來的顏色都不一樣 因為它是一個不一樣的顏色 然後這樣一起之後 疊在一起穿起來是這個顏色 會有一點 很像有一點光澤感的 這禮拜褲裙推哪色 可以倒回去 等它結束 可以倒回去看我們各色的穿 然後看你想要怎麼搭 看你家裡衣櫃裡面有的衣服是哪一種 比如說 或者說你有買這禮拜的話 那我就會推薦你買黃色 就是可以看一下我們前面的搭配 雅潔的背心是什麼顏色呢 應該就是霧粉 乾燥粉 因為它好像只有一個粉色 粉色 粉色的 期待明天的新品 我覺得明天可以 可能手速要快一點 要快一點 對 因為就是有一點 明天是十點 數量有一點限度 所以大家可能要準時 有人好了嗎 你呢 可不幫我們回答囉 雅潔的背心是藕粉色 紗裙超美 真的很美 小羊來了 再塗兩邊 再塗兩邊 嗯 這要穿婚禮企劃 這個其實我已經穿過了 好鮮喔 好鮮喔 對 好美喔 我已經穿過 但是我就覺得 帶不一樣的環對不對 我之前是帶那個 花花的 然後我這次是帶有點透明感的 聽起來好像很流行 透明感的 你們有買嗎 很像水滴耶 就是假設的環 這個我自己也喜歡 然後 你穿這個的時候 因為它上面是沙的 所以你可以穿平口的小可愛 我沒有脫掉剛剛的那個 我覺得好像可以當安全服 就是不會覺得 同色型 對啊看不到裡面 因為它就是有同色型 而且它轉圈的那個幅度好美 很可愛耶 好鮮喔 哇有人有用一個那個鶴 鴿子 鴿子啊 草莓蛋糕也很像耶 琴瑞說像草莓蛋糕 一層一層的感覺 這件真的 我覺得它的粉是很 很漂亮的粉 就是很美的粉 就是你不會覺得說太多 一點點的粉 而且最近是不是有很多好日子 好像有耶 上禮拜六日 你也有參加 可是都沒有人要寄給我 哈哈哈哈 我很想穿出門 可是沒有人要寄給我 我都不能去參加婚禮 我也想要帶漂亮的那個 夾式的環境 還是你就亂補就好了 你就說看去哪邊啊 哪個飯店的哪一片 就直接找進去 可是要包紅包才可以進去 對啊 我們就說我是女幫友人 然後先點紅包 然後坐在那邊 就可以進去 就為了這樣 就為了拍照 對啊 還叫對面不認識的人 說可以幫我拍一張照搭照嗎 就很不好意思 然後 真式的環會不會有 應該應該會有 對啊 水晶的 對 會有水晶的真式的環 對 以後結婚可以 可以寄給我啊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小兒子都變成席店 寄給我 我會去 趴走會收到一大堆 一堆的席店 寄給我們 可以寄禮物給你們 就是如果你們有結婚的話 嗯 我的洋裝還有黑色 芽芽會示範穿到 但芽芽現在在打扮 她是穿 她穿起來是 另外一種 就是風格 我是穿比較女生 就是 因為我配的是高跟鞋 然後芽芽配的是 芽芽來了 芽芽配球鞋 我的配色我穿黑色的 對 可是你這樣好像也蠻有個性 因為我原本想說會很成熟 可是穿那個 休閒鞋之後好像還好 嗯 因為我昨天是穿粉黃色 對 你第一段舞我覺得跳得不錯 會嗎 你要先跳 我第一段會跳一段 我們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洋裝的感覺 Peggy 我覺得我這個就比較像是賓客了 我完全不能跟你們比欸 如果你要跟我們在同一桌 你會不會討厭我 對啊好像會輸欸 對啊好像會輸欸 有一個蜘蛛紛紗 如果穿這個配 兄弟這樣 喔這還蠻可愛的 對啊 就是配小白鞋 對對對 可是我們昨天 我們昨天有想到 就是這一款可以當伴娘 對啊我覺得可以當伴娘 你如果穿這樣去婚禮的人家 如果你不太熟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 你幹嘛啊 對你幹嘛 就是 就不能比新娘漂亮 但是如果這件 我覺得如果是 伴娘 伴娘 是在新娘旁邊的話 好像還OK 就是幾個女生一起穿這樣 有一點慎重的感覺 對對對對對 然後但是你又不會搶過新娘的風產 對吧 但是有些人如果不敢穿得太誇張的話 會不會 對啊 因為這個是沒有腰身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駕馭 像那種有腰身的 就是要看尺寸 對 好啊 那我先去換下一個 你要換下一個 你要換下一個 你講完了嗎 OK 對啊那我先講囉 哈哈哈哈 那我這個賓客的 賓客的就是 賓客裝 你看你這是 你這也是乖女孩的 我們這個是比較大人一點點的 對 然後你這好像是可以 就是剛畢業要去參加婚禮的 我這是有點 皺皺部的學法 嗯 就是它是這樣 然後它是做 但是其實也是可以成羽當婚禮的 我覺得可以啊 然後我是示範師 看起來很溫柔的感覺 看起來很溫柔的感覺 還有粉色跟紫色 呃 很氣質的 藍紫色也很漂亮 對 很有氣質的 然後是做高腰的線 嗯 喇叭秀 設計 然後耳環也是 我覺得這個耳環也是很可愛 很可愛 而且它也是透明的 透明的 透明的滑家式的 透明感 今年真的很流行透明感耶 對啊 看一下 171穿會不會太短 哪一件啊 哪一件啊 都會吧 太短了 可是我都快到膝蓋了耶 171可能會到這裡吧 就變成短了 它會比較短 可是如果是M它會有L 可能就比較長 長度 長度 長度可能比較長一點 嗯 銀軒說 希望未來耳環可以同一款 出真式跟假式 可是因為我們就想說 一樣的好像大家不會想買耶 你們會想要一樣的嗎 但其實我覺得好像有些假式的 我自己也很想買真式的 真的喔 還是可以改 應該可以拿去外面改真式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可能要請阿姨吧 我覺得有點難耶 要把這個真竹踩一點 嗯 就只能 真式的人 稍微用一下架式 我穿 我穿的怎麼搭 可以比較休閒區 好 我可以穿一個 那我先去換 那沒有了 欸 喔喔喔 你要換什麼 我只要換球鞋而已 好 那我繼續在那邊 守候 我穿加環了 我穿加環了 可是你剛剛才露一下下 對啊 你要不要我太冷了 可是他很冷了 不是因為有人會怎麼樣 其實這也不用特別去婚禮穿這樣 我覺得去度假好像也可以穿這樣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度假 對啊 什麼海島國家那種 對啊 就可以穿這種 而且出國穿這種 根本就不怕說會很奇怪 對啊 就是 對啊 出國好像可以穿這樣 我覺得 就是度假可以穿這種 洋裝 好 那我先去換掉了 我搭了兩雙 因為我不知道 哪一邊比較好看 好像 Nike 或是Nike的那個比較好看 因為Nike是 銅色系的 就是應該比較好搭 可是因為這樣橘色配粉好像也蠻可愛的 好像也蠻可愛的 就是如果你是作者 拍照好像也挺可愛的 對啊 所以我不確定 嗯 好像是粉 是比較 那個橘的那個 橘的比較可愛 那個 橘的比較可愛 那個好像比較可愛 橘的比較可愛 好 是如果穿這種的話 如果要出去的話 就可能不能戴這個耳環了吧 太多了 對 就是 但是 就是我是休閒感覺 想要出去玩穿搭的話 就是 不要這個 不要戴耳環 對 不要戴耳環 然後背一個小包包 小包包好像可以 對背一個小包包 找不到小包包 我覺得黑色好像可以更 會更休閒 對 黑色其實你戴個帽子也蠻可愛的 就像芽芽現在這樣 就是她穿一個converse 然後她好像也可以搭牛仔外套 對 妳好像可以搭牛仔外套 對 妳好像可以耶 可以耶 這個 這個 這個有追加 我自己穿這個裡面好像要穿NUGAR 妳要穿NUGAR 因為這邊 我穿的話比較 欸 這樣好像可以耶 這樣好像可以耶 這樣可以耶 假日出去玩的時候可以穿 對 一脫掉了 太熱脫掉了 脫掉了 就好像怎麼了 變成 就是這樣 如果怕比例比較不好 可以再穿短一點點 這樣 蠻好看的 而且 她穿高桶的好像蠻好看的 我覺得她 有點像落跑型 嗯 她看起來會 比較高耶 因為她 這邊 只有到細 是到細上 所以看起來腳會比較長一點 對 就是這一層 這一層跟裡頭是有落差的 想批牛仔外套他也可以耶 這邊好像多了一層 對 因為我一五三穿起來還可以落差 我跟我好像長度一樣 嗯 因為我往後拉 我剛才想說 嗯 這一件很可愛 對啊 這件我覺得黑色很漂亮耶 妳這樣搭 我會想要這樣搭 可以休息一下 而且我覺得她肩膀那一塊好性感 對啊 這臉我這邊自己也覺得這個 有點透 有點就是 落影落現的感覺 對 就透肌感覺的 很可愛 這邊也是 嗯 就可以遮一點點手 手臂 對 然後 如果你怕露出這邊 你可能就是要穿平空的 不然就是這邊會有一條鞋 這樣 穿休閒的好像蠻可愛 就不要穿得很可愛 這件好像也可以耶 這邊穿這樣休閒的鞋 但是如果 對啊如果你不去穿婚禮的話 就是平常上班這樣也可以 感覺Peggy平常就會穿這種 對 上班 這樣姐蠻可愛的 嗯 牛仔外套就是我這個 就是我們身上穿的 所有的 我覺得其實所有的婚禮企劃的洋裝 都可以搭牛仔外套 都可以搭牛仔外套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穿了西裝外套 因為有的人會怕露手臂嘛 然後可是因為婚禮 去婚禮的時候 有時候 在那個冷氣會涼一點 所以你可以搭就是 小外套 牛仔外套會感覺比較休閒一點點 嗯 我的牛仔外套是 之後的 下下週的吧 之後的 下下週 4月9號的 對 好了 Peggy有換好新的一套 因為剛剛有人說要看蕾絲的 Peggy換了一個 那是誰說要看 Peggy換了一個 Peggy換了一個 他已經離場了 另外一個 那先換掉 就是他 Peggy立刻換了一個風格 對啦 我覺得這樣好像比較像是我去 餐廳婚禮 對 比較像你不常會猜的 因為就是他很適合戶外婚禮 喔 對對對 就是比較 比較 他的長度他 因為我現在是大高的一些 剛好大陸 然後會過膝 就是會比較優雅的長度 然後袖子的話也是做八分 八九分 這蠻可愛的 然後這件的話其實算是 真的算是比較貴一點 因為他整個都是 雷絲的 他整個一下全部都是蕾絲 你知道蕾絲是 就是算是蠻貴的 而且他的蕾絲很細緻 就是他這件的質感就是很好 而且他是一直到後面都是有的 對他是整圈 整圈 整圈 通常可能蕾絲折平 對對對 他是整片都給你蕾絲 就是直接送給你蕾絲 整片 所以他這件單加會比較高 但是他質感會比較好 而且我覺得他的質感很好 給大家看一下 近看的 他這個蕾絲算是 有一點硬 就是挺的 他不是那種薄薄的蕾絲 他算是有 有一點厚度的那一種 他是有一點厚度 然後有一點挺度 但是 因為有挺度 所以他裙子看起來會比較膨膨的感覺 然後大家有注意到就是他 不是普通的蕾絲 他是有花邊的蕾絲 對就是花邊的 就是他的袖口跟他的裙擺都是 有做花邊的 都是做花邊的 所以就是 整個看起來會比較膨膨 然後蕾絲是做 就是很 很像 很像 然後他有 很像就是不同 有一點密 然後跟窄的 又去做那個 往透膚紗的品頸 穿起來會刺刺的嗎 穿起來不會 就是很 我們的蕾絲好像穿起來都是很舒服的那一種 就是很舒服 因為他這個蕾絲 跟刺的不一樣 因為他就整塊蕾絲 通常會刺的 還是刺那種 就是蕾絲裡面還有 還有紗的那種 Peggy是不是有穿這件 Peggy穿好像不是這件 是Lily的那件 我穿是Lily的那件 對 我那天沒有忘了穿這件 Peggy穿的是Lily的那件 Lily的那件 Lily的那件也很漂亮 Lily的那件也很漂亮 對 我沒有帶這件回去 是不同的蕾絲 我們這 這禮拜的好像都是比較 Lily那件洋裝是軟的蕾絲 對 軟的蕾絲 它是 就是有彈性 就是軟軟那種 但是這個蕾絲是比較挺一點的蕾絲 我們這禮拜的好像都是硬的 因為後面那件也是硬的 對 這個也是硬的 對 這個也是硬的 對 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 但我喜歡這個粉 它是有一點 很適合你 很適合你的眼神 對 很適合你的眼神 然後它的內裏是故意拼接 就是它內裏是到這邊 可以稍微比較短的 對 它是做比較短一點的內裏 然後裙擺比較長 所以露出一來的話 對 對 看得到裏腳的 這節的話它是有點透膚的 就是它是故意做有點透膚的 這樣很美欸 然後搭高分型 好像就 就是 賓客也好像也可以穿 然後平常約會好像去那種 對對對 高級餐廳的時候 高級餐廳的時候也可以穿 然後因為我覺得女生真的蠻適合這個粉色的 而且我覺得應該女生都要衣櫃應該都要有一件這種 對 比較正式的 嗯 這件 這件其實是我的報告 介紹完畢 這件是你的報告 對 好濕心喔 剛好 對 我應該穿 應該是有穿這件裙子 洋裝很美 這裡拜的洋裝我都覺得很美 我是158公分 然後裙長的話是有過膝蓋 過膝蓋 搭配高跟鞋的話是過膝蓋的長 除了搭跟鞋以外還可以搭什麼鞋 我覺得旁邊的地方娃娃鞋的話也可以 就會筆地比較差 對 就是 如果不敢穿高跟鞋也可以搭娃娃鞋 對 對啊 或是搭 休閒就搭球鞋配牛仔外套 應該是不同的感覺 可是牛仔外套好像不見 那一般 因為它是有過膝的長度 所以我覺得搭高跟鞋的比 因為看起來比較好 好 耳環 耳環也有 150會太長 好像會 會嗎 其實是不會到脫 對不會到脫 但就 就變成長版 對對對 就變比較長版 袖子可能變長袖 嗯 讚 那我們現在到 即將 我們的婚禮結束了 快結束了 就是 我們要 偷偷告訴大家 偷偷曝光 明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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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到重量級的三位嘉賓 明天的 想看背面 好 在最後 最後 欸它後面是做水滴洞 對 透膚 好美耶 可以透 好 那我換 BOLY 大家 來囉 好啊 那我想要 講一下 我想講明天 明天的 我換了一個造型 就是 因為很多人問說明天的系列 就是其實明天 我們是做了一個 A Sporty 就是運動的選品系列 嗯 其實 因為我們自己平常都很喜歡穿 運動 比較修鞋 就是 任何修鞋 像我出國的時候 都會去 買很多 就我喜歡的 然後我 我喜歡的東西就是 嗯 覺得說 欸也想要在 POLO能夠 就是 就想跟大家分享 對分享給大家 然後 嗯 因為POLO的 給人家的感覺 都是一直很可愛的 對 但是其實我們 很可愛甜美的感覺之外 其實我們也會穿很休閒 比較休閒 嗯 比較更日常的 因為我覺得 嗯 選品 我們選了運動的 系列 對我們來說就是 跟POLO以往的風格 是完全不同風格的 對 就是 你不只 穿甜美 在POLO買得到 我想要大家是 穿的 嗯 比較休閒 嗯 就是穿的 更貼近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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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可以有一點點操留 很... 測... 我要怎麼講 就是我們 做了很多功課 然後在今年 在明天就會給大家 一個系列 就是不同於POLO以往的 拍攝風格也不同 然後我們就是 款式不多 然後數量其實也不多 所以... 因為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就是 可以在POLO買到... 買到可愛 什麼啊?好像有點緊張啊 怎麼講啊?應該是說 就是想要就是覺得說 是不同的風格 然後運動風 然後也讓大家 因為這次我們找的MODEL也不是 不是外國人 是台灣人 然後我覺得他詮釋得很好 就是他把我們想要的感覺 就是 都拍攝出來了 然後 MODEL跟江江 還有小姨他們 就是大家在 做這個企劃的時候 就是 呃... 呈現出來的風格是 我們自己都很喜歡的 嗯... 我們都覺得喔 這就是我們喜歡的樣子 對... 對... 就是有一眼看起來有點個性 但又不太個性 所以他已經知道圓圓耶 你怎麼知道圓圓 你怎麼知道圓圓 你怎麼會知道 因為我們還沒有講吧 還沒有講 真的喔 我們有講是不是 所以就是 嗯... 呃... 為什麼會選品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然後所以我就是 想要讓大家看到很多不一樣 好可愛 可愛也可以融入運動風裡面 對... 然後就有明天的企劃了 欸那有... 哈哈哈... 對... 還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嗯... 所以就是在... 就是... 嗯... 在... 在發露裡面 就是... 除了粉色 就是你有... 你可以帶一點點個性的粉 或個性的線條在裡面 對 嗯... 我覺得郭瑀圓很漂亮 很可愛 就是...他不是...他不是漂亮 他是... 他其實有點厭世感 對...是厭世感 對... 對...空靈 就是... 嗯...我也... 嗯...笑得很甜我也很喜歡 但是沒有表情我也非常喜歡 像Molly 哈哈哈... 對... 然後...那我們就是... 先... 穿幾個... 單品讓大家... 其實全穿了耶 全穿了嗎 對... 因為很少東西 就... 就讓大家就是... 就是... 看一下下 然後大家... 也是一樣明天早上10點 對... 10點就會上假 然後數量不多 所以... 嗯... 我們就全... 我們是... 穿了不同的風格 給... 大家看 嗯... 你有什麼要講 沒有... 就是先... 開始... 開始了... 我剛講太多了是不是 沒有啊... 不會啊... 對... 然後就是... 你先... 我的是... 有點短板的 好可愛喔 是短板的 然後... 然後... 配個... 完全... 對... 我自己是... 平常都會這樣搭 就是... 上面有點個性 然後加一點點... 可愛的風格 對... 搭了一個... 賣完就沒有了嗎 對... 賣完就沒有了... 有... 有分尺寸 現在MOLLE穿的我記得是M 對... 好... 對對... 好迷你... 這是說MOLLE嗎 牛仔褲也是嗎 牛仔褲不是喔 不同風格 對阿 這是跟PALO不同風格 或者是... 因為平常PALO的... 這是PALO的單品啦 可是... 我覺得PALO的單品跟... 就是運動系列 運動也可以結合 其實都是可以混在一起的 你不一定就是... PALO就是要穿得很甜 因為現在PALO風格其實是... 嗯... 所有... 所有人都可以穿 就是看你自己怎麼搭配 有人問這件會很厚嗎 就是... 大龍褲應該還好 對... 就是帽T的 對...那你一定要... 換我嗎 那這次要完了嗎 那這次要完了嗎 好... 因為我的是長版的 今天小楊有穿這件 應該已經... 有人有注意到 因為這個也是M號 所以它... 袖子有一點長 然後也可以就是直接這樣... one piece 對... 可以故意買大一點的尺寸 對... 就是因為... 像這種運動品牌的衣服 不是很多女生都會故意買... 嗯... 大一點的尺寸 就會有... 就是像頭穿男朋友衣服的感覺 很可愛耶 而且我也喜歡它這個薄荷綠色 對...它真的是薄荷綠色 超可愛 薄荷綠色 這個你們一定要買吧 我覺得可以 而且... 因為... 我剛剛... 去換了剛剛那個短褲 對... 因為... 為什麼耶... 因為像我比較矮嘛 可是如果你比我高一點的話 你這樣子舉手頭巾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如果是... 如果是日本雜誌模特 他們就會做... 做... 對... 對... 然後就是同色系 你看看吧 而且因為我比較... 我比較矮 所以這樣子看不到 可是... 因為你這樣... 單穿好像又有一點... 對啊... 又有一點... 它陸方的感覺 所以你裡面就可以加... 真的耶... 就可以配我們的這個... 很mixed puzzle 而且你這樣子你在... 比如說你在櫃子上拿東西的時候 這樣... 還可以露出一些情緒性 因為想說裡面放黑衣服也是有點怪 對... 然後人家就會想說 我天哪... 你連這個細節都注意到 然後我都配到... 我摸摸來會同事會這樣說 就被默默打電話說 哇可瑜 連這個細節都注意到了 然後連加分 加一加一這樣 有人說他以為他是一組的 我剛剛就是發現這個顏色一模一樣 我早上... 我早上的時候就是這樣 我剛剛也有拍一套 如果你... 就是如果你比我高 你穿起來可能會直接是這樣 就是... 直接會露一結在外面 可是有分尺寸喔 我覺得... 我們現在也是... 我們現在也是m号 對... 可是我是會就是... 你們要稍微露一點點也是蠻可愛的 如果是我好像會故意買的 明天大家可以... 我覺得可以這樣一起... 一組一起勾 我身上的是m号... 可是這個有折扣... 這個有限時嗎 喔... 褲子嗎? 褲子好像沒有... 褲子是兩件 那你就可以等明天再買 對... 然後這樣配一個棒球帽 然後... 大耳環跟... 綁嗎? 我也就是很運動的 就比較... 比較... 平常也會這樣穿 有帥嗎? 我覺得很可愛 而且他是白色的帽子 對... 就跟剛剛... 剛剛我不是穿黃色的這個 對... 就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風格 對... 配橘色腮紅好帥 哈哈哈... 顧到細節 帽子... 帽子是之後的 對... 帽子不是明天的 所以明天也有一個帽子 那我直接進去 想得好仔細 因為處女座就是想很多 哈哈哈... 明天也有這頂帽子 對啊... 就是... 唯一一頂艾琳達帽子 然後我們是精選這個... 粉紅色... 粉紅色... 這頂母神物粉 因為感覺... 粉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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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然後這個粉紅色的帽子 然後... 還有搭這個... 鞋子... 剛才有穿過 嗯... 很可愛... 好可愛喔... 對啊... 這顏色很乖 嗯... 好... 沒了... 最後... 運動的時候穿這個 好像可以耶... 好像可以耶... 然後你一看到這款就說 我要... 就說這款要... 對... 因為... 這款就是因為我現在有在運動 所以我覺得說 嗯... 我可以這樣子去... 運動的時候也可以穿 可能就要搭那種短褲也可以 然後但是... 因為我... 我現在是想說我平常出門的時候 可以穿的樣子 所以我就搭了這樣 但是... 比較有點辣 就是因為... 因為是平口小可愛 嗯... 但我搭了就是... 牛仔褲這樣 然後配剛剛... 這樣也可以... 這個... 這個的... 外套 對... 我覺得這邊可以... 也可以放一個擠的 可以... 還蠻好看的 好可愛喔 可是我想說穿長板 我可以這樣摺... 一點點... 就是若影若現的感覺 嗯... 對... 外套叫什麼 要... 請客補貼給你 我這個是帥性... 什麼... 而且... 你有發現就是... 只要走運動風的話 就是戴重褲嗎 戴拳拳的路環 戴拳拳的路環 就是... 雖然我們... 是走天美休閒路圈 但是我們偶爾也是會... 有點... 想要... 辣一點點 有時候會給自己一點情境 所以今天是想要辣妹風 這一套的學院風 對... 就可能會這樣穿搭 妳的情境好像比較多耶 我身上最近我真的覺得很可愛喔 但是我不好意思給大家看 因為這個是... 細肩帶的 而且這橘色很亮 很可愛 如果你怕熱的話 你就可以賣這個 然後單穿 然後... 裡面我覺得也可以搭 可以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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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搭平頭的 其實妳搭... 就是這種背心長一點點也可以 對... 好... 那... 今天有什麽活動要告訴大家嗎 就是限時的背心 方令背心 對 方令背心限時到明天早上10點 這件好像真的可以買 這件要買啊 Karina說 小女孩到女人味都顧得到 對啊 我只有肚子而已 我只有小肚子沒有布巾 我的牛仔褲是那個飄飄玄餅店的 很辣欸 很辣 它洞很大 可是好顯瘦 對啊 這件很顯瘦 現在早上的天氣可以穿 是說這一件還是這一件 這件早上我就穿啊 今天小羊就穿這一件 我們可以佔一排 好多LOGO 好可愛喔 等下是剛好 你看白綠 好來這邊 可以拍一下照 是帶野人的概念 對啊 對啊 又前身都不是 這樣好像蠻可愛 等一下好像可以拍 等一下可以在這邊在後面是婚禮計畫 那明天早 記得方令背心 特價到明天早上十點 然後買完之後明天早上十點就會有 六個字 選品 六個字英文字 A開頭的 十點官網見 剛剛有人問是十點還是十二點 是十點喔 明天是十點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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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